Hello 大家好 最近天氣潮濕 個人悶悶悶悶 如果小運動的朋友更加辛苦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去濕排毒減肥茶 朋友介紹我 我喝了幾天真的覺得舒服很多 先看看材料 還有做法 其中一種材料有伏神 又可以叫做伏寧 其實它是松樹上的一種真菌 有去濕利尿 安神 睡得不好喝這個也很好 我們有生意米 有時實 今次我用了制過的時實 時實有健皮去濕的作用 但如果你愛感前後或者生完寶寶就不要吃那麼多 還有生薑一片 去皮拍扁 我們首先要先炒生意米 因為生意米都比較寒涼 所以我們炒一炒就沒有那麼寒 女人始終都不要喝那麼多寒的食物 比較好些 我們怎樣炒呢 首先大火燒紅了一鍋 什麼都不用下 之後就直接倒一些意米下去大火炒 炒到它差不多有些香氣發出來的時候 你就轉回中細火 慢慢控制它 不要炒焦 炒到它香和少少金黃色就可以了 你可以一次過炒多一點之後 留起去栽起去用 下次再用的時候就不用再炒了 那二米很好 它主要成份就是蛋白質 和維生素B1B2 那二米有清熱 去濕排毒 去水腫 健皮去濕都不錯 你們看一下炒到金黃色就可以了 你會很自然聞到它有種香味的炒出來 所以不需要擔心炒多久 OK 那我就進入一個瓶 下次可以再用 那我們今次就把所有材料 先浸泡一下 浸泡半個小時 浸泡半個小時 我們記得要放一片去皮拍扁的薑 放一片就可以了 之後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倒水 沖洗一下 之後就可以直接放進鍋裡 煮的了 那我今次就下三碗水 1000ml 我量過是1000ml 那每樣材料20g 一片薑 之後加1000ml的水 之後就大火煮滾 滾了之後就關小火 煮40分鐘 那它大約有兩碗水剩 那你早一碗 晚上一碗 那你試一下連續喝一個禮拜 那我喝第一天的時候 是暢通了 變變了 是更加暢通 平時都ok的 不怕告訴你們 那還有呢 它呢 因為我最近 不知道是不是很濕啊 那個身體 那個舌頭呢 整天好像有點舌胎 這樣厚 那擦極呢 都好像擦不完 那我喝完一天 真的覺得 好了好多 所以你們真的要試一下這個去濕茶 那始終我都不是中醫 所以各人的體質都不同的 那如果你擔心這個茶 不適合你喝呢 就最好問回雙熟的中醫啦 那是